哈囉 歡迎來到這個頻道 哪一個頻道 這個頻道 我是今年的新學美千睿 我是特拍員小雨 我們今天來到了桃園巨蛋的桃園浦原嶺航園主場 待會我們就要去一探驟鏡看一下場邊到底有什麼新玩意兒 開箱開箱 再大聲一點聽不見 開箱開箱 走了走了走了 哇 我們到了我們的商品販賣部了 好啦 廢話不多說我們趕快進去看吧 我其實超想穿球褲耶 身為一個體育老師 其實就是每天上課都是穿這種帽子 我想我們練舞的時候大家都很辣 然後就只有千瑞給我穿這種 那其實我在網路上看到了這件就是外套 跟球員同款的熱身衣我覺得很好看 因為它有一點骨骼的那種感覺 然後加上它的刺繡logo 讓我覺得它其實很簡單 但是又有一點不簡單 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很流行耶 就是旁邊可以開高叉子 這個男生的話呢 你可以 這下面有一個漱口的 你可以開幾個 然後把漱口竖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去打球啊 穿個襪子 長襪在裡面 女生的話我跟你講就得了了 來 高卡 你可以收住你的長腿這樣 我們直接把整排打開 其實腿就是一定要露出來 腿就是一定要露出來 然後裡面只要穿個像 小可愛 露肚子 多到小背心 也有販賣女生的小背心 過來過來 它其實加在一起真的很辣耶 而且其實我們自己也有一件 對 我們的是橘色 我們是橘色 如果想跟我們同款的話 就可以買橘色 其實你比較保守的話 你其實可以穿黑色的這樣 可是我覺得都很好搭 但說到這裡 衣服褲子都有了 再來我想要介紹一個帽子 就是它漁服帽很特別的地方 它是雙面的 然後裡面是一般的 一般的這種漁服帽的材質 另外一面 橘色那一面 它就會是防潑水的材質 所以如果你走路走到一半 欸 下雨了 翻過來帶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單品 是可以買的 就是 媽 我要去上學了 就是商品部結束了以後 你逛完了以後 旁邊其實有一個非常漂亮 就是很有特色的一個網美牆 亞瑟斯的網美牆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陳瑞 忙什麼 我才想問我們在幹嘛 大家如果有來亞瑟斯的這一面 網美牆 記得可以來找我們 早上我們看 陳瑞跟 朝園頂堂園 朝園的海報 沒錯 然後可以在這邊打卡 然後標記我們喔 我們來到了一樓區的最後一站 超級多人 我們去問他們在幹嘛 來吧來吧 我想問一下 你最想扭到誰的 小童 OK OK 謝謝 拜拜 拜拜 那我想問一下 你想要 你想要花多少錢 在這個餐位上 上次花了六千吧 這一次還不知道 可是他沒有扭到小童 他就不罷休了 對 可是其實你上網買應該比較快 好啦我開玩笑 其實我覺得扭蛋的魔力就是會一直讓人家想一扭再扭再扭再扭 你知道嗎 而且有好多種顏色喔 沒錯 他的邊框都有各個顏色的 然後有我們的啦啦隊 然後還有球員版本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來一樓就是網美景點的旁邊的扭蛋區來轉扭蛋 一起來收集 好啦先這樣 拜拜 綁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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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裡真的很舒服耶 這是看球最舒適的絕佳位子 應該算是球場裡面的頭等差 而且他還有這個小抱枕超貼心的 就是身體墊在腰這邊都不用怕腰孔不要 然後也可以這樣子抱著 然後前面呢還有附很多就是飲品這樣子 可以供大家使用這樣子 超多的 沒錯沒錯 而且還有一個很好的是 我們這裡是唯一的空間 可以躺著看球的地方 而且是不是可以帶小朋友來 對對對 你看這個環境 就只要讓小朋友在這個空間裡面跑跳碰都沒有關係 對就是也比較安全一點點這樣子 而且現在拼禮不是越來越多人灌籃嗎 我們這個位置就是 欸灌籃的絕佳視角 Oh my god 所以是不是要來體驗一下 沒錯 好啦不要打擾我們我們要看球了 為什麼知識君想 從以前就是蒲園球迷 所以他從蒲園的時候就有在看他 所以他就是就很強啊 然後就是長得也蠻帥的 然後又年輕 一百九然後可以這樣運球切入 然後參分又準又會打五球 太帥了 我覺得他心都蠻大 就是他蠻狂野的 那領航員的話比較支持哪一位球員嗎 我喜歡林芝偉 為什麼芝偉 因為我覺得他很努力 然後也很期待他上場 那你平常喜歡六九嗎 喜歡啊 欸不是啦我是不是嗎 六十九號盧俊翔 對 俊翔喜歡他點在哪裡 他就很帥啊 俊翔我那麼大聲加油 你聽得見了嗎 我就希望俊翔就越打越好 我覺得他是我們領航員最後希望 就是很謝謝他們一路以來的支持啊 然後在不管是課場還是主唱 我都有看到我們領航員的粉絲到現場幫我們加油 上次那個你在新竹課場的時候 喊出那個大聲扭聽不見 你當下是什麼情況讓你突然間喊出這一句話 因為那時候是罰球 然後其實現場還蠻安靜的 然後我就有遠遠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吧 然後就說六九好了啦夠了啦 然後我當下就把罰球罰進 然後我就想要再大聲一點我聽不到 這樣做一個好玩的互動 那今天回到主場應該 大家球迷跟你的應援都很大聲吧 有 有聽見 我在罰球的時候 我都聽到粉絲有在喊我最近的標語 對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再大聲一點我聽不到 歡迎訂閱分享跟按讚開啟小鈴鐺 耶 耶 耶